这么快 王毅又跟布林肯见了面 布林肯才去中国大陆一趟 不过在那里遭到了冷遇 脸上几乎都没有笑容 在这里是因为出席东协峰会 跟王毅见面 东协峰会是7月13号 14号在印尼亚加达举行 那里面当然有很多子会 王毅出席的包括什么 中国东盟10加1的外长会 还有东盟跟中日韩10加3的外长会 还包括了东亚峰会外长会 还有东盟地区论坛的外长会 loading其实是蛮重的 本来是秦刚要去的 但是秦刚因为健康因素 身体因素 所以王毅就帮忙去 那当然王毅的位阶更高 所以我们看到王毅来了 布林肯也就急后后也就来了 那7月12号还有一场 中俄印尼三方在亚加达的会晤 在这里王毅丢出了一些 中国的主张重磅式的 告诉大家有没有地缘局 紧张加剧印尼 大家懂地缘局势紧张加剧 各国迫切需要加强团结协作 践行真正的多边主义 共同应对风险挑战 同时他特别讲 中国俄罗斯跟印尼 都是新兴市场的代表 跟20国集团重要成员 展开交流合作 符合三国的共同利益 这三国大家看到很重要 重中之重 好 这个王毅在见这个印尼外长的时候 我们看到很有意思 这个印尼当时东道主 印尼外长在会议开幕式上 怎么说的 他说我们东盟需要对外 发出明确的信号 那就是永远不会成为大国竞争的代理人 这话讲得够直白的吧 真的很直白 然后美国国务院发布的讯息 布林肯要出席东协峰会 会跟王毅会面 然后另外我们看到 东盟加三的外长会议当中 王毅是这样说的 中方坚定支持 以东协为中心的区域合作架构 希望早日完成南海行为准则 要跟东协加快 推进自贸区3.0的版本 这些都是非常实质的 工作上的对接 那布林肯来干嘛呢 国务院发表了声明 说美方对维护 东盟中心地位的承诺 还有对东盟跟美国 全面战略伙伴关系的支持 什么意思呢 美国的媒体解读 是美方要把中国议题 加到东盟会议当中 中国议题是什么议题 抗中议题 就类似这样 然后这个美国国务院的助亲 康达说 中国在南海具有胁迫性 对不对 又是一个批判的角度嘛 有胁迫性 有不负责任的行为 所以美国呢 将跟东盟国家合作 来对美国进行抗衡 但是印尼外长讲的 不要成为大国竞争的代理人 这个大国指的是中国 还是美国 介大使 当然指的是美国啦 因为现在强调竞争的是美国 中国大陆是强调合作嘛 所以这个是一个很明确的信号 那就是说不会在这边被美国人主导 所以我觉得这个美国人常常就是宣兵夺主啦 这个东协的场子 事实上是东协十国他们做主导的 他这个为什么会跟这些各国的这些副 他因为他有很多机制 这是东协 他们先开东协外长会议 接着他第二层是东协加三 也就是东协跟中日韩 他是最紧密的一层 再接下来是东亚会议 东亚会议才把美国找来 在东盟的设计上 美国是第三层的 是等于说他是内围中围外围的国家 当然ARF是讨论这个安全的问题 所以你看他这个一共四个机制 三层组织 那当然ARF最外 美国是第三层的 结果他说他要把议程带到人家的会议里面 他是来跟人家对话的 结果他要主导人家的议程 这个就是美国在很多地方受人家 受人家这个无法接受的地方 就是太霸道了 那会不会谈中国问题 我觉得根本不可能成功 那欧盟事实上 这个东协 你今天美国到东协去谈一件事情 好像俄罗斯跑到美洲国家组织说 我们一起来谴责美国 不过美洲国家可能会做 不过东协要做很困难 因为问题是什么 东协最大贸易伙伴是中国 中国最大贸易伙伴也是东协 所以这个关系非常密切 而且中国大陆提出来一个 提出来一个很重要 它的东协跟中国的自贸协定 要到3.0版 意思就是第二次 再深化双方的这种经贸开放了 美国跟东协没有这个东西 没有这个东西 根本没有这种经贸的工具 利益根本就比较疏远 所以这次我看 其实让我觉得最有趣的是 居然就是说中俄跟印尼三方面举行会谈 一般来讲的话 这在国际上非常非常少见 也就是因为东协的龙头是印尼 这个实际上就是印尼 所以印尼它坐在这边 跟中俄两国的外长一直举办 这个我觉得意义非凡 在目前这种情况 很多国家可能不愿意 尤其跟俄罗斯的外长坐在一起 那中国大陆事实上 这个就是挺俄罗斯 可是双方是一体的 在跟东协这个机构一起来做 那就表示 其实东协说 不做大国竞争代理人科 它在这个里面 就已经坐在俄罗斯 跟中国大陆一边了 这个就是一个 而且它代表东协 所以我觉得在这个情况之下 这个会议之下 我觉得光这个三边会谈 就已经给美国很难下台了 这是个很强烈的信号 非常强烈的信号 那就是基本上 我觉得布林肯可以打道回府了 他们自己讲的这些什么 康达布林肯 人家摆这个局 就已经让你美国 已经非常难以吞下去了 所以我觉得外交有的时候 不是说真正要面对面 它这个局一摆 你布林肯去 应该就看懂了吧 就看懂了嘛 所以我觉得这个这次的这个东协会议 我觉得他们东协国家 我们可能在台湾 我们常常觉得东协好像不怎么样 印尼都是来做我们 来跟我们做应用 菲律宾 可是这些国家在国际政坛 都是数一数二的高手 印尼 泰国 你不要说马来西亚 新加坡 在国际政治上的那种成熟度 跟那种高度的这种专业 那个常常 我因为在那个区域服务过 我真的见识过 所以你不要看一个东协的这个峰会 搞得风生水起 而且呢 它可以玩大国 这种所谓的强国与掌骨之间 所以美国这里面 这个新风作浪的机会应该不大 空间不大是吗 美国 美国人很痛苦 因为我讲了一个工作经验 我以前在泰国工作 他有一个叫 就是说政治 political officer的一个聚会 每个礼拜五在一个地方 大家就在那边聊天 都是各国派驻 泰国 我也去 后来我就不去了 因为去的都是西方国家 以美国为首的 那些各国外交官 去了都在抱怨说 实在玩不过泰国人 说泰国人太高明了 然后呢 感觉被他们牵着鼻子到处跑 真的 我觉得这种会 你光看东协搞得 你看东协 第一个 我们先开自己的外长会议 第二个把中日韩叫来 然后第三个 把中日韩之外 再加美国 澳洲 纽西兰 印度 再一起叫来 三层 人家就是 就是有这个 就是有这种 所以人家好歹 这个美国国务卿 在这个中国大陆受到冷遇 这个在东协又施展不开 不过据说这次 他是奔着王毅来的 主要就是希望 能够安排 这个拜登跟 这个习近平会面 11月在这个旧金山的 这个IPAC峰会 据说这个目的很清楚 就是这一个 其他大概施展不开来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